今天科学技术发达了 借着科学先进的工具 来开发 高开发 开发破坏自然生态环境 这是什么 这对地球不爱护 对地球不爱护 地球反过来了 变连了 就变成灾难 有些很明显 你能觉察得到 有些不太明显 你觉察不到 但是真正的因是在此地 又不能不知道 长江黄沪 为什么会散发泛滥 水土保值的两岸森林 被破坏了 提拔 没有树根 不产生力量 大神一来就冲毁了 灾难就来了 我在十几年前 我们宗教局 叶小文局长 特意给我安排一次旅游 他派了一个司长 一个处长 陪同我 我们有个旅行 宗教旅行团 特别让我从武汉出发 坐冷船 到成都 这条水路 让我看看 回忆一下 做学生时代 走过的 做学生是抗战时期 抗战时期 我们走这条路 是很辛苦 但是 两岸的森林 这的人流连 古人讲啊 两岸原神 提不住 千周已过万重山 那你真看到啊 现在去 两岸说 没有了 光秃秃的 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 也看到很难过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这个就是破坏大自然的环境 有没有考虑到长江泛滥 如果长江泛滥 连岸都淹没了 要死多少亿人 这个事情值不值得干 要付出 非常残酷的代价了 这是 科学技术带来的灾难 科学技术 如果只相信它 不再相信伦理道德 不再相信 古人所留下来的一些智慧 方法 科学技术 会把地球毁灭掉 这个话是科学家自己说的 就是 有个人 科学技术 或是我们将会应该 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 会把地球毁静